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球遥望 我是郭重伦 最近美国的选举的味道很浓 2020的总统大选 现在很多都已经开始起跑 尤其是民主党里面的候选人特别多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政大国安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生教授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严教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民主党宣布要参选的 已经有14个人 非常的多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但是有一些比较瞩目的人 是宣布他们是无意的 我们先从没有想要出来选举的开始讲起好了 一个大家看到的是希拉尔克林顿 是上次的提名人 那另外一个是前纽约市长彭博 为什么这两个人他们决定不出来 你怎么看 我觉得希拉尔大概是上一次上购了 他年纪也不小了 他也觉得说还是就还一弄身算了 不然的话按照现在这种爬粪的话 他可能还有更多的粪被爬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也认为够了 我打的差 希拉尔上次的普选票是胜过川普 300万左右 所以如果说他看到现在这一次的情势 有变化的话 他应该会觉得他可以赢 除非他会觉得这一次的情势 那没有什么变化 甚至是对川普有利的 他就觉得我还是没有希望 我当然他是觉得还是有点希望的 譬如说就是中西部的选票 上一次他输掉了三个州 宾州密西根跟威斯康森 在2018年的其中选举当中 可以感觉到那个票有些松动 所以他是有机会 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 可是我觉得民主党本身 现在的这些党员大概也觉得说 你已经有过机会了 我们也硬撑了给你 因为你看2008年 那当时欧巴马好像半路杀出一个陈咬金 把你这个该拿的没拿到 2016年这个选民还给你了 就你竟然选输了 那这一次的正当性就不太足了 是不是美国的选举史上的 你反正在正式对垒 你曾经被提名 然后你输掉了 很难很难有机会再获得被提名 我觉得很难讲 就是譬如说我们讲 就是回到前面 就是曾经选输过回来的 那大家都会 有些人会提尼克森 可是尼克森不是 他是副总统选输了以后 休息了一届 然后他到加州去选州长 也选输了 但是到了1960年选输 输给甘乃迪 在1968年 隔了八年回来 而不是立刻在1964年 去挑战战胜 这是一个例子 那另外在之前 要推到前面去 可能就包括像这个 Adler Stevenson 就是在跟艾森豪挑战 两次都是他挑战 都输嘛 那所以这个是有可能 但我们也看过 就是说有些总统输了 然后挑战输了 回来又赢了 像那个Benjamin Harrison 他是跟克里芙芬 在19世纪挑战 当然在那个时候 克里芙芬是总统 输给了Harrison 然后四年之后 两个人对决 又倒过来 反而是克里芙芬 又赢回来 所以这个是有过发生 并不是说没有 但是我认为 这次比较奇怪 是那个Tim King 就是希拉蕊的 副总统候选人 通常就是总统候选人 没选上 下一次那个副总统的候选人 应该是有这个机会 因为曝光也比较高 曝光多了 他就说先问总统 你选不选 你不选我就要选了 那希拉蕊不选 应该Tim King会选 但他看起来也不会要选 那这是希拉蕊的状况 我都忘了那时候 希拉蕊的Running Macy Tim King 就是New Jersey New Jersey的一个参议员 不是New Jersey 是Virginia的一个参议员 另外一位就是彭博 Bloomberg原来他 大家对于他寄予厚望 因为他也是企业家 而且是白手起家的 亿万富翁 也是纽约的 也是纽约的 那如果是侵 川普模式 是有机会跟大家一拼 尤其是他根本也不用 仰赖大家捐钱 他自己就很用钱 那为什么Bloomberg Bloomberg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话 他说他觉得有信心 可以击败川普 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 再初选来出现 没错 你觉得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Bloomberg 就是说他就是共和党 在财政上面 有那种纪律 就是Fysical Responsibility 或Discipline 这意思是花钱不会乱花 那表示他的社会福利政策 不是像桑德斯这些左派的 但他在社会议题上面 比如说在堕胎 在同青年 他是支持的 所以他可以得到这方面票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 民主党的这个情况是 桑德斯在四年前提出这些 左翼的政策 比较偏社会主义的 那这次Alexandria 这个Cortez又赢了这个选举 在这个最年轻的纽约 所以看起来好像 这个怎么讲 我们讲说桑德斯这种左派的思想 开始慢慢抬头在民主党内 所以这大概是Bloomberg认为说 自己机会不大的原因 因为Bloomberg他比较是中间 比较中间 就是说他至少在这个财政政策上面 在这个社会福利上面 不是会像桑德斯 或者其他这种比较偏左的 这些候选人说提出这么多 对这个 我们这样讲好了 说对分配正义所做的事 我们就讲到桑德斯 桑德斯也是前上个礼拜 宣布他要参选 一下子就受到很高的阻塑 他马上就收到很多钱 这个第一天又有600万美元的进账 那我觉得最特别就是刚刚你说的 他在2016年提出来这些所谓进步的主张 大学免学费 15块钱最低时薪 包括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 要学北欧的模式 或台湾模式 台湾模式 也可以 这些东西原来被认为不是主流的想法 现在逐渐很多人都认为 这些至少这14个参选人里面 很大多数都认为应该要这样子走 桑德斯一下子变成大家非常矚目的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然后这是表示说 桑德斯现在是所有的选民 大家都这样认为呢 还是民主党内部开始在改变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在三年前2016的总统大选 初选当中 很多民主党员会认为说 希拉伟会出现 其实是民主党的建制派力挺 如果没有民主党的建制派力挺 桑德斯挑战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他靠他初选 靠他这些年轻的选民动员 所以他已经在上一次就建立了 他这样子一个竞选团队的基础 那他在2018年的这个 其中选举当中 很多人又出去帮忙各地去 等于是支持他们理念相同的 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 所以他今天他的政治网络 已经比2016年又强很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张 我觉得跟川普 刚好是就是等于是 diametrically opposed 就是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相对的 譬如说人家问他说 你这个大学学费也不要 然后全民健保 那钱从哪来 就是去tax最有钱的人 那所以说那川普是减税的 对不对 他这边是要一路增加税 那他提出很多主张 譬如说包括健保 他希望是学北欧的模式 那川普这边马上就说 哇 你这个根本就是社会主义 那社会主义是在乎 这个所得的这个 我们讲说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 所以他提出来的时候 跟美国长期以来 所笃性的资本主义 就是我凭我的能力赚多少钱 那是那就是我的一个reward 一个奖赏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现在川普等于是 看到桑德斯就马上打出来说 那如果你们要去支持民主党 那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党 那社会主义从1920年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 美国就有一阵子吓到 那个时候美国还有社会党 结果在大选当中还得票超过100万 那可是美国人很吓 所以那个时候20年代 有所谓的这个红色恐怖 breast scare吓到了 那1950年代 中共又变成一个这个上台之后 美国又McCarthyism 都是美国人是把socialism跟communism 跟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挂等号的 然后对于欧洲的这些社会主义 他们会认为说这是他们欧洲 没办法维持竞争力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看起来就社会主义 当然最主要一个就是 他的财政来源是高的税 赴税 那美国人是已经觉得税够重了 所以他是打美打这一点 就是把希望把民主党用污名化了 就是等于是把社会主义污名化 来对付国民主党 你觉得川普这样子打法 是不是打中要害 我们我现在问的问题 其实一个是蛮基本的 是现在的整个选民结构 川普这样子化 是把民主党化成一小部分呢 还是说整个选民结构 其实大部分的人 现在会比较倾向于分配的正义 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式的想法 不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川普他最常吹嘘的 就是他的经济表现 减税等等 那按照当年雷根1980年选的时候 所提出来这种 trickle down theory 就是慢慢会捐留下来 就你让一部分人先有钱 那个钱慢慢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 然后或者我们这样讲 他们用一个最好玩 他说就是 他说可以把这个国家富起来 就像一条船 你把它挺出来之后 这个船就可以把所有的人 都载到最棒的地方 因为水上来了 那船就浮起来了 就可以往好的方向走 那如果今天中下阶级的人 就会感觉到 譬如说像上次减税 很多人觉得没有减到我 反而是我的周税增加了 就最后我还更富多 假使今天一般的 譬如说他最支持他这些白人的蓝领阶级工人 没有看到说他们在川普讲了这么好的 甜言蜜语当中 他们有得到任何好处 那当然这就会有问题 但如果他们还觉得说 这个捐留理论会真的成功 就是一部分的富人富起来以后 他们会做投资 会创造就业机会 那当然还会继续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 毕竟这个是从他们从小教育里头 非常强烈 这个已经非常深植人心的一个意识形态 不过在民主党里面 也许跟着整个大的选民结构 是两回事 是不是 就是说因为你先 这些人都必须要经过初选 对没错 那也许在初选的时候 有这样子想法 赞成分配正义的 这些民主党的选民 是会支持出这样的想法的 没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这个桑德斯的这个想法 能够出现 你觉得这个可能性 会不会就是说 民主党选民的整个反映出来的 是跟整个大的一个选民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当然是有可能 可是也就是因为 桑德斯这个立场 会让中间选民 就是独立的选民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够 投向民主党这一方 所以民主党的选民到最后 评估一下 有可能还是会找一个 比较偏主流一点的 这就是所谓electability 就是说可选上的 可选上的 而且桑德斯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他年纪蛮大 对 比川普还老很多 那但是就是说民主党 譬如说你现在找一个主流的 还是偏比较偏自由派 譬如说像Ohio的参议员 Charles Brown 那他跟台湾关系非常好 不然他以前做众议员的时候 就是台湾连线 那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派 但是又没有到社会主义这个地步 但他还没有宣布 那现在我们看到Jay Inslee这些州长 有几个白人的州长 应该也不错 可是他就是单一议题 他就主打什么 主打这个气候变迁 那这个也是很奇怪 所以当你没有 就是你现在剩下看出来 民主党现在 就是说表达意愿要参选的 要不然就是女性 要不然就是少数族群 那甚至他民主党 基本盘的一些 譬如说我们讲说 刚才讲这个Jay Inslee 这个华盛 就是一个environmentalist 一个环保的人 那另外像这个 Notre Dame这个大学 圣母大学所在地的 South Bank南湾 他的市长很年轻 要出来37岁 他是代表 他是公开的同性恋 那等于是把民主党 所有这些 他的这个我们讲 政党的这个支持的 这个不同的组合 全部都有 有拉丁裔 有非洲裔 还有亚裔 像Andre Young 这些都有在里头 然后又有女性 年纪大的也有 但是现在就说 有人就说 那你民主党 为了要争取这个白人 劳工阶级 你是不是可以派一个主流一点 就是年纪也相当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副总统拜登 他这也算是 蓝领阶级出身 他在蓝领阶级头 也是有一些票的 而且他过去 长期做这个参议员 跨党派的这个 过去的这种经验 也非常丰富 所以不是一个 就是不能跟国会 共和党合作的人 应该很理想 可是对不起 他现在也76岁了 76岁了 所以说起来就是说 好像就找不到一个 我们认为说 50多岁 不到60岁 60岁左右 然后又有行政经验 什么 然后又能够代表 有全国性知名度 我刚提了有几个州长 包括像科罗拉多州长 Hippen Gruber也是一样 他也是应该可以出来选 可是问题是知名度 全国知名度还是不够 现在目前 在民调里面领先的 其实一个就是拜登 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是据说是 很可能最近就随时会 但是他们就说 他的知名度 不等于他的知识 对 他一个 Sunders跟另外一个 加州的参议员Harris 这三个现在目前是领先的 对 那 川普最近批评民主党的候选人 主要就一个是 他们都社会主义 另外一个是 年纪都很大 Sunders跟那个 拜登年纪都是相当大 对对 年龄 你觉得会是一个因素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你如果今天看 Sunders他在讲话 或者说是拜登的讲话 那个中期还是十足的 而且那个战斗力还蛮强 就是他们没有给你感觉上 像老了 而且已经就失去他的那个魅力了 他们还是蛮有魅力 那如果今天 可是川普今天还在讲一句话 我觉得是最好笑 他还说他的头发是真的 没有染 意思是说 他其实还是金发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 让我还是觉得很怀疑的 就是 不太可能到了七十多岁 没有染头发 然后还是这种金色 他意思就笑 比如说拜登 或者这个桑德斯 都是已经一头白发了 老先生了 他还很年轻 我想这些问题 随着这个美国总统 选举越来越接近 其实也没有太远了 因为其实明年的一月 开始就准备初选 然后今年其实下半年开始 就是大概七八月时候 开始就有很多州 做那种就是模拟式的 这个叫什么Strawpole 就是来看看大家 你在这个州的知识度 并不是非常科学 但是就试试看 然后开始就有debate 辩论 然后特别当然 就前面那几个州 爱荷华州 New Hampshire South Carolina Nervalda 但今年不一样 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 Harris会有机会 因为加州过去 在美国初线 是六月才举行 所以等于是irrelevant 完全不相关 因为老长都决定了 可是今年他move到最前面 比Iowa都前面 没有没有 他第五个 第五个 所以就差很多了 我们下一节我们来谈 就是在共和党这边 共和党其实川普是要连任的 但是他的连任 现在看起来是有些问题 不过也有一些 是对他有利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谈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